另外带您一起来分享左锡箱的喜气 行政院核定华东基金办理花莲县部落聚会所新建计划 原民会核定左锡箱中平部落聚会所工程经费1800万元 12月15号正式的落成启用了 而传承部落美好的文化 原民会副主委顾纵格拉方案也特别参加了聚会所的启用祈福典礼仪式 行政院核定华东基金办理花莲县部落聚会所新建计划 原民会核定中平部落聚会所工程经费1800万元 12月15号落成启用传承部落美好的文化 原民会副主委股仲特别参加聚会所启用祈福典礼 股仲说明卓西乡总共有三座部落聚会所纳入花东基金聚会所新建计划当中 除了启用的中平聚会所 另外还有古丰部落以及太平部落聚会所正在办理土地拨用 新办事业计划以及规划设计 太平聚会所已经取得建筑纸杖 掌声 来 谢谢 准备准备上网公告 也马上做好不好 中平部落聚会所的造型设计是从布农族特有的八部合音文化 从去年一月开工到现在顺利落成启用之后 部落传统技艺 族人日常聚会以及喜庆活动等等都可以在部落聚会所进行 是凝聚部落精神跟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 对部落有重要的意义 记者高双双佐西香采访报道